先告連連結的話也是這樣把他顛倒過來 方法是這樣拖拉過來 按下Ctrl鍵 Ctrl是複製,我習慣這樣把他顛倒過來 顛倒過來之後中間加個等號 強制轉型 因為要做連結的話要把連結 中間要加一個 這個TestView,然後打個List List就是指的是現在這個類別,List點 然後打個F F之後會出現翻譯把ID 因為打List在點F就會 這個指令,這個方法就不需要重打,你按Enter Enter之後的話他會問你ID在哪裡,你就打個大R 記得要大寫的,點ID 因為剛剛我們在那個 設計畫面的時候有給ID,Enter 點一下的話 會看到畫面上有一個叫TSTShow 然後再一個分號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就做連結 那這個Button也是一樣的方法,所以你可以這樣拖拉過來 按Ctrl鍵 然後習慣這樣顛倒,或者你用複製貼上也可以啦 然後加個等號,看個人習慣 強制轉型 然後 這個地方的話 打個List 有時候我會 偷懶一下 用這個 不過特別注意 複製的時候一定要很小心 一定要記得要改 因為很多同學錯就錯在那個 複製貼上沒改 那就完蛋了 就會 出現Bug OK 那B00 那B01 一樣的方法 所以這邊的話 Ctrl C 然後 Ctrl V 一次 Ctrl V 兩次 記得 改了前面 有的同學改很開心 改完前面之後忘了改後面 結果一直發現奇怪,老師怎麼 點的 點的下面的奇怪怎麼都一直 就一直出現是0 所以 因為後面你連結沒有改 所以特別注意 改1 改2 那如果說你這個地方 改了之後奇怪,老師怎麼 錯誤啊 為什麼,因為前面的名稱可能取錯 或者是你忘了什麼呢 有的時候同學忘了什麼 忘了Safe 忘了存 儲存 你沒有儲存的話也不會有那個ID出現 儲存之後才會有ID 好,那這樣的話就完成連結 那4鍵的話呢 我們會有3個按鈕 所以就鍵3個 3個4鍵 那3個4鍵的話就是跟Hello World的那個鍵法一樣 第1個就是什麼 在B 在4鍵這邊 B00點什麼的 SET 那這個部分的話我講過了 這個是算比較簡單的鍵4鍵的方法 所以你可能要稍微 記一下 那不過也不需要記太多,你就記一下 SET ALL 然後會出現SET ON CLICK LISTENER 然後打一個NEW 因為我要在上面 建一個LISTENER 這個LISTENER有點像在 上面找一個人幫我在那邊站缸 有點像保全 隨時看著 所以你要請一個人 請一個 請一個什麼 請一個LISTENER 這邊叫LISTENER 然後在哪邊看 在Button上 告訴他說 你就在 Button上面幫我巡邏 比如說在這個房 這個大樓就是你的管轄區 然後 點什麼呢 點後面的話 它不會自動出現 你要把SET這邊 複製起來 到LISTENER 就是說 告訴他說 你就是 在Button這邊的話 進行 什麼呢 隨時 掃描 那掃描就是LISTENER ON CLICK 他有沒有點擊的 這個動作的一個LISTENER 然後後面記得是一個小瓜 小瓜 主要是 Unclicked Listener的小瓜 因為他後面可能會 傳一些參數會小瓜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 一個大瓜 大瓜 就是說呢 當 有 點擊的動作的話 要做什麼事 有大瓜 通常是要去實做什麼動作 實做 OK 那最後的話呢 請在 後瓜 再加個分號 他的結構一定要記得 反正這個部分的結構 以後都 差不多 所以以後 無論在按鈕啦 在其他元件上面要見事件的流程都一樣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各位可以把它當公司背起來 就是 SET ON CLICK LISTENER 然後呢 New一個Button 點 把這個COPY過來 小瓜糊大瓜糊後瓜糊分號 游標放上去之後的話呢 會有一個新增未實做的方法 因為呢如果你這個地方有大瓜糊 可是卻沒有去實做東西 他會提示給你 所以這邊一定要實做啦 另外 這個LISTENER 本身一定要 做一件事情 所以新增未實做方法點下去 OK 好了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當我按下這個按鈕的時候要做什麼事情呢 當我按鈕按下去的時候呢 要改變什麼呢 改變這個TEST 這個TEST TEST 裡面要怎麼樣 要把它改 改成什麼呢 加上什麼呢 加上一個0 那我們要怎麼加上一個0呢 特別注意就說呢 這個地方呢 我們要先把原來的 原來的電話號碼 冒號先 裡面的字先取出來 然後再串結一個0 然後再把它寫回去 所以這個動作的話呢 我們要怎麼來做呢 連結 事件 這個地方的話特別注意就說我們第一個要先知道說 現在的 這個裡面到底有什麼樣的資料 我們要把它取出來 取出來之後的話再把它寫回去 那怎麼寫 怎麼取出來 這邊我們用打一個String 就是我是這邊先宣告一個String 因為我要接嘛 打一個S好了 就是宣告一個String 為S 然後它等於什麼呢 等於TXT Show 因為我上面有個物件名稱嘛 就這個對不對 點 取得的話是Get Get就是取得 什麼呢 Test GetTest 其實你打一個 Get T也會出來用選的 然後呢 取得 文字之後的話 再把它轉回 字串 ToString 特別點一下第一個就是ToString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會把 現在那個 Test 就是TestView裡面的文字 就是這個文字 這裡面的文字先把它抓出來 抓出來之後存在哪裡 暫時存在S裡面 然後呢 再寫回去 那寫回去怎麼寫回去呢 其實也是一樣 TST Show 點什麼呢 Set 一個Get 一個Set Set T SetTest 然後呢 要存什麼東西呢 存進去的是一個S 對不對 然後再加上什麼 加上一個0 然後就結束掉 加上一個0就可以了 S加上一個0 所以這邊的話呢 加一個0 這樣的話呢 他就會把取得的東西 再加上 加回去 OK 那我們就完成了 第一段程式的部分 那第二段程式怎麼做呢 其實基本上很簡單 B00一直到分號的地方 做什麼呢 複製 貼上 就可以了 不過呢 複製貼上的時候要注意喔 因為呢 我現在是第二個按鈕 第二顆按鈕 寫法差不多一樣 貼上去的話呢 要注意幾件事情 第一個 把什麼呢 貼的位置有沒有 要注意喔 就是在下一行 然後 這邊要改什麼 改1嘛對不對 然後這邊要改什麼 改1不就好了 那一樣的方法在最後分號 Enter 再貼一次 然後把它改為 2 這邊把它改為2 這邊改為2 這樣的話 基本上就寫完了 寫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來做測試 所以基本上呢 寫到這邊 就OK了 你會發現 寫完一個之後 其他都一樣 其他 不需要更改 其他不需要更改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把它全部 Safe 再來的話呢 就是做什麼呢 這個把它 還原 基本上我寫作的情況會 把這邊放大 因為這樣寫 比較好寫 等到我要回到原來的專案 就把它再說回來 那再執行它 按右鍵 執行為 Android 他就會把我們剛剛寫的東西 傳到那個模擬器裡面做測試 OK好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那等一下我會把這個畫面拍照 拍照上去給各位參考一下 然後呢 試著把這個部分的程式 試著完成看看 好吧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